假如死亡女神海拉来到中国 她竟以外觉醒成为最正义的海拉同志 更是一击秒杀众神之父的奥丁 在另一处宇宙中 海拉和奥丁以武力成功统治了九界 可她的野心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 甚至对父亲奥丁大打出手 但雷神之锤却被对方徒手接住 轻松捏成粉末 圣怒之下的奥丁 不仅夺走了海拉象征神力的王冠 甚至还将她放逐到了地球 就这样王冠落到了中国桂林 文武大军的军营之中 这时海拉也迎面赶来 把我的王冠拿来 面对文武的挑衅 海拉使出招牌魔头动作试图召唤神力 却发现自己的神力已经被封存在王冠中 甚至还被士兵打出了血 接着凭借常年征战的格斗技术 将其他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文武剑撞发动时还将海拉控住 并给了海拉拿起王冠的机会 可无论海拉如何使劲 都依然无法撼动王冠半分 尽管失败海拉还是被文武带进了府邸 还让他穿上了中国红的汉服 文武看出海拉是一名战士 并邀请他与自己结成同盟 不想再被控制的海拉甲义选择同意 就在文武放松警惕时 海拉使出连续过连好将其打晕 他试图偷走时还却没能成功 无奈只能先行逃走 不慎跌落马旧 突然神兽地将出现 地将提出可以带海拉逃出治理 很快海拉来到了竹林迷宫 危机毕竟 不断变换的竹林夹击 让他只能不断往前奔跑 千群一发之际成功冲出迷宫 看到了影视村落 可下一秒 却被突然出现的守村人打晕 苏醒过来的海拉 发现自己被村民和长老会的人包围 这里的人并不欢迎他 因为他们知道海拉过去做的事 更无意帮他出兵天界 海拉听后提出要在这里学习武术 有了能力就可以同他们一起保护地球 而嘉宜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毕竟这里有神龙的庇护 根本不用担心海拉的背叛 习武开始 嘉宜首先教海拉的是 如何做到心如止水 进而让他培养自己的内心世界 可长时间的教导 并不能让习惯杀戮的海拉得到改变 终于嘉宜决定改变策略 在绝对的碾压实力下 海拉回想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父亲无情地锁住自己的玩伴芬里尔 并灌输给自己征服九界的思想 最终觉醒了自己长时间征战的初心 没错 海拉只是渴望得到自由 不想活在父亲的控制之下 现在他要选择自己的路 至此海拉正式开始学习武术 气得灵活运用 终于让他成为了武术大师 与此同时 影视村落的世界 让海姆达尔彻底失去了对海拉的监控 这让奥丁担忧其女儿的安全 而拥有石环的文武就是最大的威胁 他决定出战地球 以确保自己无可撼动的统治地位 彩虹桥的光幕落下 海拉意识到父亲降临地球 这次他决定一定要阻止父亲 兵临沉下 文武利用石环以一敌众 这时海拉赶来支援 大批天军再次重来 两人使出强力合击 终于奥丁准备亲自动手 他试图再次劝说海拉 拿回石环为自己征战 可早已看清一切的海拉直接拒绝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海拉告诉文武只有夺取奥丁的武器 他们才有获胜的机会 气功与石环的完美配合 成功打落了武器 却还是敌不过神力爆发的奥丁 两人被骑骑正飞出去 被击倒的海拉 却意外看见了地上的火刀 火刀的猛烈攻势 加上石环的不断骚扰 这给了海拉夺取对方武器的机会 文武也趁机使出蓄意轰拳重创奥丁 念及妇女之情 海拉恳求父亲结束战争 这得到了王冠的认可 可这时奥丁趁机发动偷袭 就在他准备干掉海拉之时 人民的力量让海拉重新获得了审位 奥丁还想反击 却被海拉单手接下 现如今海拉已经完全超越了奥丁 海拉告诉父亲 自己将解放被对方统治的窘结 至此海拉与文武结盟 开始解放那些受到压迫的宇宙 刚好碰上了正在屠杀的灭霸